好 再看到至关重要的经济数据 美国一月CPI昨天揭晓了通膨率是6.4% 好 新通膨率5.6% 那都比上个月降温 但是这个降幅没有市场预期来得大 所以投资人开始接受一件事情 打通膨真的就像减肥受射一样 会遭遇壮强期的 那美国的基准利率可能真的会像 连总会主席鲍尔所说的 一码一码这么一路升下去 也就是说不停止升息 但是我就这样一码一码的升 从利率期或反映的预期显示了 投资人本来认为再来两次开会 也就是三月跟五月 升息应该要告一段落了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 六月可能还得再升一码 终点利率上看了百分之五点五 但这样的利率水准恐怕还不够 有分析师认为可能会升到百分之七 或是百分之八 但比我们更高 中央CPA报告公布之后 市场对联准会三月和五月各升息一码的态势 基本上很笃定没有太大改变 利率期或反映的几率都维持在七到八成 那么变化比较大的呢 是在六月份在CPI公布前预期不会升息的几率比较高 也就是投资人认为五月升到五点二五趴 差不多就到顶了 但是CPI公布后呢 更多人相信六月还会再升一码 也就是说现在利率要升到百分之五点五才到顶 市场预期今年不降息的几率也在升高了 预估十二月的利率维持在五点五趴的几率呢 现在提高将近一倍到了两成以上 但是仔细看看呢 还是有很多投资人呢 对于今年底降息是抱持希望的 认为降一码这样的几率呢 也上升到了三成五以上 甚至降两码的几率呢 现在呢差不多 他们是开始慢慢消退的 从CPI公布前还有三成以上 现在剩下两成多 那会有这样的变化 就是因为通膨怪兽 真的是比预期更难对付 通膨时代消费者仔细比价 美国政府十四号最新公布的 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百分之六点四 这是去年冲上四十年高点的百分之九点一以后 连续第七次下降 但是却还是高于市场预期的百分之六点二 受到能源价格回升 房租居高不下的影响 通膨降温幅度明显趋缓 不如预期的数据显示 美国通膨的粘着性 这甚至也代表物价有升温的迹象 连总会的官员也透露 可能因此继续升息 虽然数据显示长期通膨的确在下降 只是下降的趋势正在放缓 分析师们普遍认为三月五月在升息一码后 六月在升息一码的可能性再提高 而CPI数据公布后 美股主要指数十四号收盘涨跌不一 大波动幅度不大 道琼回凸早盘的涨幅收黑超过一百五十点 纳斯达克指数小幅上涨超过百分之零点五 近新闻史方于周成为报道 确实通膨怪兽真的很难对付 美国通膨在去年年中触顶 也就是当时的六月份数字九点一之后 是开始持续的降温的 那么现在距离联准会 他目标是多少 两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我们就回顾美国CPI的年增率了 今年总是可以看到 这去年上半年的试降 一路一路的往上爬 那么在六月五刚提到 雷到了九点一趴 创下了四十年的新高 那么在那之后 通膨就开始持续的方缓了 到最新数据已经是连期降 但是在昨天公布数字六点四趴 联准会想要是两趴的目标 还是高出了两倍以上 那么甚至这个六点四趴 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高 跟前个月相比 只有小幅下滑零点一趴 那为什么通膨会这么难打呢 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美国人他们支出的状况 又是如何 物价快速上涨 入不敷出的美国人 开始出现增加的趋势了 从各个急剧的所得来看 年收入不到五万美元的美国人 每个月的开销高于所得的比率 在去年上半年来逐渐的上升 这最后这边是在去年十二月 已经逼近三成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每十个美国人当中 就有三个人 他花的比赚的还要更多 那其他所得极具的美国人 他们入不敷出的比例 也有增加的迹象 这次年收入又高一些了 五万到十万美元的人 他们同样觉得说 现在花的比赚的多的比率 大概十四趴 高于去年上半年的一成左右 那么收入更高的部分 年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人 入不敷出的比例 现在也上升到了十趴附近 我们会忘记什么 重点准转 mean 中国人都帮助人 我们买到几次的 Italia